立院水球大戰有大學生跟著丟 六位黃國昌卻說有國安疑慮 他似乎好像還是中國那一邊 共產黨的一個青年組織的幹部 混到台灣的國會裡面來 整個國安團隊要更注意這件事情 對我們整個國安所造成實際的衝擊 是不是涉及共諜 可能有點言之過重 不應該把單一個案就無限上綱 目前為止是看不到水球跟國安 有什麼樣進一步的關係 連民進黨立委都挺不下去 黃國昌質疑到大陸唸書就是共諜 但他自己的岳父不也在大陸經商嗎 說別人邏輯很奇怪 那黃國昌對學生窮追猛打 甚至扣上共諜的大帽子 邏輯又在哪裡 講別人是共諜的事情 這以前是要槍斃的 現在社會也不能隨便給人家扣帽子 我寧可相信他是一個學生 那在沒有任何正確的情況之下 我想對任何人來說 對任何的孩子來說 都是無法承受之重 在調查這個結果出來之前 我想還是給孩子有一點點的空間 謹有學生黃國昌被外界認為是另類霸凌 卻不質疑自己岳父 言論也被解讀 是不是只准週關放火又是雙重標準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